11月17日晚,由美国西洋红艺术团,Lum Color美国公司联合主办,AMTV全美电视台,维盛传媒协伴,仁爱英美美容冠名的高晓松黄字作品音乐会,在美国洛杉矶Bodwin公园市艺术中心精彩上演。 全场座无虚席,来自全美各地的高晓松的粉丝们齐聚一堂,欣赏了高晓松和黄字先生的经典音乐作品。 音乐会分为上下两个部分,上半场是高晓松创作并流行于90年代的经典作品,同桌的你,流浪歌手的情人,睡在我上铺的兄弟,白衣飘飘的年代。 西洋红艺术团的王林老师朗诵了高晓松翻译的诗歌,绝不向黑暗请安。 当高晓松走上舞台,全场爆发出热烈掌声和尖叫声,他和表妹江华演唱了男女生二重唱《青春无悔》,把音乐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。 我们青春的岁月和记忆呢,基本因为高晓松的校园歌曲,就是让我们这一代人,我跟小子同龄人呢,基本上值得珍惜。 我期待的是高晓松呢,他人生的下班场呢,他懂取舍,自进退,这就是我们下班,我们这一代人下班场需要做的事情。 因为西洋红呢,是目前洞杉基地区唯一的一家,就是不收谈费的,不收谈费的这么一个合照艺术团,都是高晓松先生他资助的。 所以我们对高晓松先生这种行为,就是我们这位企业,进现一份企业的这个力量,也为这个公益事业尽一份力量,谢谢。 音乐会下班部分,由西洋红艺术团和LA女子音乐坊,以及男中英歌唱家李孕宽,演唱了黄智先生的《西风的画》、《思香》、《花废花》等经典作品。 音乐会进入尾声时,主办方精心设计了为高晓松庆祝生日的环节。 主持人王静再次把高晓松以及西洋红艺术团团长、高晓松母亲张克群、黄智先生的后人,请上了舞台。 在全场观众与嘉宾的见证下,全场响起了生日快乐的歌声。